主席 很感謝你開這個會議 也很不好意思同事要開這個緊急會議 其實那個緊急的質詢 主要是一個候選人 他的家屍然有違規建築 對不起主席 我要申報是何俊仁的提名人 我的問題內容涉及一個候選人家 涉嫌有違規建築 這件事有很廣泛的關注 主要問屋宇署 關於調查和內容 如果有調查到任何證據 會不會檢控這些事情 主席 為什麼我不是作一般性排隊 因為明天是星期三 下星期有一次立法會 那裡我排不了 三月我問了給書處 完全沒有會議可以問口頭質詢 除了書面之外 但我覺得是一個事關重大的社會事件 我相信很多市民也有關注 所以我就提出 其實我不是針對任何一個候選人 因為上星期我問了口頭質詢 我相信是問梁振英先生的利益關聯的問題 所以我就覺得這件事大聲我提 多謝主席 我想要問法律官問 因為我不知道一定會不會投票 因為我是何俊仁的提名人 但是我是不是不可以投票 希望法律官可以給我們一個意見 多謝主席 好 或者未有其他同事提問 或者表達意見之前 請秘書長 或者你講實講解的情況 主席 其實這裡在座 這麼多位議員 每個人的身分都是一模一樣的了 大家都可以提名任何一位人士 去做候選人 任何一位議員都可以投票 因為基於大家的身分相同的時候 就不出現剛才李永達議員所提出的問題 主席 主席 主席